您好,在本视频中,我将向您展示如何在您的WordPress网站中设置您的站点标识。 在您的WordPress后端,将鼠标悬停在外观上,然后单击自定义。 在自定义页面上,单击站点标识。 您将看到四个需要编辑的区域。 1.标识 2.网站名称 3.标语和4.站点图标 标语几乎不会出现在任何地方,所以这部分是可选的。 徽标的推荐尺寸为350PXX100PX,站点图标上传的推荐尺寸为512PXX512PX。 站点图标也是网站图标,显示在带有站点标题的选项卡上。 上传以透明背景保存的PNG文件已达到最佳效果。 我现在将向您展示如何使用Canva创建推荐大小的徽标文件和网站图标文件。 Canva是适合每个外行的绝佳图形设计工具。 首先,前往Canva.com并点击免费注册。 完成注册过程。 正确登录后,您将进入设计仪表版。 单击屏幕右上角的紫色创建设计按钮。 然后,选择自定义大小并输入350PX作为宽度和100PX作为高度。 然后单击创建新设计。 这回将您带到按比例大小的画布上来设计您的作品。 请注意,您看到的画布大小并不是图像的真实大小。 您可以将屏幕底部的缩放条调整为100% 已了解350像素X100像素有多大。 您可以通过单击上传按钮上传原始徽标文件。 上传文件后,它将显示在下方。 单击您的徽标图像以使其显示在您的画布中。 缩放它以适合您的画布空间。 要保存您的文件,请单击右上角的共享按钮。 单击下载并选择您的文件类型。 我们推荐PNG。 CAMMA免费版不提供透明背景选项。 如果您是一家新公司并且还没有徽标, 您也可以在CAMMA上创建一个。 搜索一些想法的元素并使用花哨的文本部分为您的企业组合徽标。 如果您碰巧使用高级图片并且您在CAMMA免费计划中, 您只需支付约一美元的极低费用即可购买。 购买后,您可以免费下载文件。 如果您需要从徽标中提取图像以将其框入站点图标, 您可以单击CAMMA桌面上的主页文本。 然后,创建一个大小为512PXX512PX的新设计。 返回主页上的上一个项目并复制图像, 然后将其粘贴到新画布上。 最后,继续上传您的图片并在您的WordPress后端编辑文本字段, 然后单击顶部的发布。 下一个教程,我们将开始将您的产品详细信息上传到您网站后端的WooCommerce。 为了一些详细信息。 按道最后,您戒动表现了两天性列。